近日吴奇隆考进北大金修的消息引发热议 9日他现身北京卫星剧宣传 对此回应称是一种任性的行为 因为想名正言顺逃避繁忙的工作 他也表示尽管现在拍戏很忙 但如果工作和课程冲突 自己肯定会先选择课程 首次担任出品人就为作品拉出1.5亿投资 被问及此吴奇隆先是大呼都快疯了 随后也坦言拉投资的过程中 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 因为我有一帮很好的朋友 此外他也表示 现在很多人关注娱乐圈的负面新闻 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因为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做着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被追问小时是否也很有商业头脑时 吴奇隆自信点头 并透露会用压岁钱买小物品回来 卖给哥哥弟弟 再将挣来的钱继续去买东西再卖出去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为